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暖花开的好天气 今天各地都是晴朗稳定 中午的时候甚至有一点点炎热 接近夏天的温度 清晨的温度当然还是偏低 尤其是像中部地区 沿海空旷地区还是会有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而出现低温 所以清晨还是要注意保暖 但是到了白天的时候 温度回升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各地非常的稳定降雨几率都是零 只有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花莲 那么可能会有20%的降雨几率 离开了花莲之后 各地的降雨几率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今天人就可以温暖的享受阳光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是15到26度 中部地区是17到25度 南部地区是16到28度 东部地区是15到25度 澎湖地区是16到22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花莲已经19度了 台中15度 台南跟宜兰18度 高雄14度 台东20度 澎湖是17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出现了反弹 其实昨天反弹最戏剧化最剧烈的是 欧洲的德国跟法国的股市 德国的股市跟法国的股市 涨幅超过了7% 市场的情绪出现了急剧的变化 那么大家请注意 这个在台湾的媒体跟西方的媒体 似乎都不太特别的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金融市场事实上呢 把这件事情很看重 那就是呢 那么最近其实 乌克兰跟俄罗斯是有一些 这个相互的空中对话 那么互相释放讯息的 首先呢 当然就是乌克兰的总统 Zelsky呢 他在3月8号 接受ABC就美国国家广播电台 访问的时候呢 他释出了几个重大的让步 第一个强调 现在已经不寻求加入北约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是对于乌东的两个独立共和国 那么虽然他并不承认 他们是独立的啊 那但是呢 愿意跟俄罗斯来讨论 他们的生存方式 那么给予他们一些空间 好那这两个让步呢 其实就使得 接下来就是今天 可能是台北时间的下午 在土耳其 由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那么要举行的 这一轮的会谈呢 就特别的受到了瞩目 因为前三轮的会谈 双方的代表其实成绩都不高 但这一次呢 是双方的外交部长都出面了 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呢 特别受到西方的重视 而俄罗斯呢也释出了讯息 不寻求要变更现在的乌克兰政府 所以不寻求改推翻 现在的乌克兰政府 也不会占领乌克兰 好所以呢 双方的讯息似乎是有对话的 那么这一点呢 使得昨天其实下午啊 四点钟的时候呢 欧洲股市一开盘 那么欧洲股市就是狂涨的 你就看到 德国的股市 法国的股市 尤其是四个百分点 五个百分点 最后呢大涨超过了七个百分点 而所有的原物料价格全速的大跌 从油价到金价到 所有的原物料价格全速大跌 美元指数也拉回 我们就一一来剖析 金融市场的反应究竟是如何 当然金融市场有可能过度乐观 也可能是跌深的过度乐观 但是呢我刚刚所提到的讯息 终究是在观察 恶物战争的时候的重要讯息 好美国股市呢也是因此呢 而大涨啊 道琼工业指数呢 上涨了653点 收盘指数33286点 涨幅2% 纳斯达克大涨了460点 收盘指数是13255点 涨幅3.59% S&P指数上涨了107点 收盘指数是4277.88点 涨幅2.57% 费城半导体大涨了125点 收盘指数是3282.18点 涨幅3.97% 好那么台股相关的ADR呢 也都是全数的大涨 台积电的ADR大涨了4.95% 红海的ADR上涨了0.14% 热光的ADR大涨了5.13% 联电的ADR大涨了5.44% 中华电信的ADR上涨了0.86% 而台子旗的夜盘呢 更是一口气 狂涨了310点 当然这些都反映了 就是金融市场呢 对于厄乌的谈判 抱以高度的期待 以及呢乐观的情绪 这个会不会太过乐观 会不会太高度期待 我们还是要 缜密的来观察 不过市场现在正在反映 这种高度乐观 那么至于在油价的部分 就出现了崩跌 纽约油价格大跌了1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08.70美元 跌幅高达12.13% 北海布兰特原油 大跌了16.84美元 每桶的报价111.14美元 跌幅高达13.19% 那么这两项期货呢 都曾经在前一个交易日 来到了历史性 来到了2008年7月以来的 高点 但是呢今天凌晨 包括了俄乌的情势 似乎出现了和解的可能性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有关于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态度 急剧转弯 那么之前传出来说 美国总统拜登要打电话 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 王储和沙奥地阿拉伯的 这一个王储呢 那么他们都拒接电话 但是呢阿拉伯联合的态度呢 出现了转弯 那么表明支持欧培plus 加快增产 好所以一边有俄乌情势的变化 二边呢是阿联呢 支持要加快增产 再加上呢 美国打算呢 要松绑委内瑞拉的制裁 让委内瑞拉的原油取代俄罗斯 好那这三个消息呢 就使得这个油价崩跌 跌幅高达了一成以上 那么另外呢 小麦的价格呢 也明显的出现了急刹 在昨天晚上 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那么小麦的价格最后呢 大跌了百分之六点六一 好那么至于在其他的贵金属的部分呢 也同样的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急跌 包括了黄金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大跌了五十五点一零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 一千九百八十八点二零美元 跌幅百分之二点七 那么白银的期货呢 更大跌了百分之四点零一 铜的期货大跌了百分之二点九二 白金的期货跌了将近百分之四 白金的期货呢 跌了百分之零点六三 好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更是大涨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之股价指数呢 大涨了226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三点二五 而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呢 更是大涨了424点 涨幅更是高达百分之七点一三 德国普兰克指数 大涨了一千零一十六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七点九二 那一方面呢 跌身呢 当然出现了修正性的反弹 而在这个时候呢 俄乌之间的情势啊 那么是最值得观察的 好那当然我们这边 还是要先提醒一下 那么首先呢 就是在国际的油价的部分啊 还是要注意后续的发展 那么因为呢 这个昨天的美国总统拜登 正式的签署了行政命令 那么制裁俄罗斯 禁止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到美国 到目前为止 英国跟进的方法是说呢 需要在今年之内呢 逐步的停止俄罗斯的原油进口 那么日本不跟进 欧洲也不跟进 但无论如何呢 这个呢都一度曾经让油价 来到了2008年7月以来的新高点 现在因为在俄乌 有可能和解的气氛之下呢 所以油价大跌超过了一成 接下来其实就要观察 今天呢在土耳其 由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所举行的会谈 是否有可能有进展 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因为制裁俄罗斯呢 那么美国呢 其实是有高度的民意支持啊 那么根据路透跟易普索 所做的民调显示 80%的美国民众支持 禁运俄罗斯的原油 还有能源 那么另外甚至有73%的美国民众呢 支持美国跟北约 在乌克兰要设禁航区 到目前为止美国是拒绝的 那么不过呢 拜登的这一个支持率 就从开战前的34% 回升到45%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国际的原油价格呢 除了看俄乌情势之外呢 还必须要注意 产油国就包括了 沙烏地阿拉伯 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态度 沙国跟阿国的王族之所以 不接拜登的电话 主要是因为呢 最近在叶门的情势 叶门的叛军呢 现在已经是攻击了 直接攻击沙烏地阿拉伯 跟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们深表不满 对于美国呢其实某种程度的 支持叛军呢 表达了他们的愤怒 可是呢今天凌晨 因为阿国的这一个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 这一个王族呢 表达说支持 OPEC plus的增产 所以背后是不是 跟业门的情势发展 有所变化 值得观察 好那不过高油价呢 不只是对于全球都影响 那么这边呢世界银行特别点名了 一些石油进口国 经济成长呢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他点名了中国大陆 印尼南非 还有土耳其 这些石油进口国 他们经济成长率可能因此被拖累 减少一个百分点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粮食价格高涨的部分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欧洲 中亚 还有中东 以及非洲 因为呢 他们大概有超过75%的农产品 小麦啦 玉米啦 都是来自于俄罗斯跟乌克兰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惠玉呢提出了警告 俄罗斯的债券呢 即将违约 那么惠玉呢 更是将俄罗斯的债券呢 一口气连降六级 跌入了更深的垃圾等级 事实上之前已经降过一次了 好那么 但是呢 俄罗斯的债券呢 现在呢 他们已经表明了 就是要用俄罗斯的卢布 来支付这一些 这个外债 那么这一点呢 后续的影响呢 也值得观察 好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 印尼 印尼呢 因为现在的食用油 的价格飙涨 所以呢 印尼昨天呢 再度的祭出 限制中旅油出口的一些措施 他们现在呢 执行的叫做 国内市场义务 要求呢 做的中旅油的大厂呢 必须先在国内市场 留下三成的中旅油 然后呢 才可以外销 这个就会使得 本来就已经吃紧的 国际的食用油的市场 就包括了葵花油啦 这一些呢 就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乌克兰是葵花油的 出口大国 好南韩的总统大选呢 昨天投票率超过了七成 罕见的 那么必须要开票 超过95%之后呢 才确定 由在野党的 影席月呢 当选 而他们的差距呢 只有0.8个百分点 就是影席月跟 执政党的候选人 李在明的 这个支持度只有差 0.8个百分点 好不过呢 这个可能会使得 未来东北亚的 震惊情势 出现极大的变化 因为呢 影席月他非常的清美 他甚至于主张 应该要在 这个南韩呢 增加 设置 萨德飞弹 这个呢 对于东北亚 还有包括 尤其是韩国跟 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呢 是特别值得观察的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昨天呢公布了这个 这个物价相关的数字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 百分之0.9 跟上个月持平 而生产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 百分之8.8 那么有和缓的迹象 其实从CPI的角度来讲呢 那么大陆其实比较没有 通膨的压力 不过 大陆人就非常的谨慎 他们说要防止 猪油共振 什么意思啊 因为现在的物价平稳 其实跟猪肉价格的下滑 是有很大的关系 之前猪肉因为猪温的关系 价格拉得很高 那在激起很高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看起来是下跌的 但是下半年可能 猪肉价格就要回升了 再加上呢 这一个油价有可能下半年呢 会再度的上扬 所以他们形容 这个叫做猪油共振 那么现在他们要严防 这个产生的物价压力 好 不过呢 大陆A股的部分呢 这个遭到了空袭 三大指数全部的下跌 上证综合指数呢 昨天继续下跌了37点 收盘指数3256点 跌幅达到1.13% 深圳城市下跌了137点 收盘指数121007点 跌幅1.12% 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下跌了138点 收盘指数是20627点 跌幅0.67% 好 那么至于在台股相关的部分呢 台北股市啊 昨天呢 出现了跌升反弹 跌破了17000点 结果昨天一早就预告 可能会有反弹 好 那今天凌晨呢 因为欧美股市的大反弹 台北股市的反弹呢 能不能持续就值得观察 好 我们再看数字的部分 那么集中市场呢 昨天大涨了190点 收盘指数17015点 重返17000点 涨幅高达1.13% 不过成交量呢 萎缩到了3161亿元 OTC呢 也大涨了3.67点 涨幅达到1.8% 在这个法人动态的部分呢 外资呢 连续的卖操 昨天呢 继续的卖操了 达到了318亿元 连续6个交易日的卖操额度呢 已经达到了2000多亿了 那不过呢 投信呢 是连续第26个交易日买操 昨天呢 继续买操 然后呢 累积的买操金额 已经达到了745亿元 八大行库呢 也是连续性的买操 所以呢 今天呢 要观察的就是 在美欧回涨的情况之下 那么外资在台股的动态 会不会也有一些跟着调整啊 那么就值得观察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担 ie 成员 转发 打担 reviews Kelsey 没站到 �关于 转发 打担 慢点赞 转发 打担